爸爸资助的贫困生非要去缅北留学 我和爸爸好心劝说 缅北安全系数低,容易发生危险 于是,他拒绝了留学申请 可当晚,他就以跳楼控诉我和爸爸的霸凌行为 既然你们资助了我 可你们不能剥夺我追求学习的机会 我知道你不允许我一个穷学生比你女儿学习好 可我只是想追求我心中的真理 最后,他被警察救下,成为以死灵质的学术女神 我和爸爸却被全网网爆 被人恶意泼流酸而死 中活一世,他再次提出要去缅北留学 我刚要答应,爸爸却早已拉着他的行李箱跑了出来 去吧,乖孩子,这一事我们一定好好支持你 叔叔,姐姐,留学名额下来了,我成功录取了 是在缅北留学,老师好不容易给我争取到的 虽说那边很危险,但我小心一定应该没问题吧 老师说以前去那边留学过,电话站一直也都有 但没有如今这么猖狂,有陌生电话我也不接就好了 赵小慧手里拿着通知书,笑得天真烂漫 背后漫天的火烧云,和前世一样壮观雄伪 那时我只觉得郑云是凶兆,会让他死在缅北的 并当不安的地方,所以和爸爸百般劝说 最后他自己拒绝了留学申请,却在网上哭诉我们 霸凌他,我和爸爸在网上解释,澄清 可是没有人相信,于是爸爸把电话给他 也同意他去缅北留学,让他在网上帮忙澄清 可他不仅拒绝了,还把电话录音中东拼西凑了几句 发到了网上,污蔑爸爸死性不改,还继续霸凌义 爸爸值得带着我去警局报案,以正清白 他害怕事情被暴露,用小耗赛全力带节奏 让他们在半路上给我们泼流酸,让我们活活地痛死 也让他们有后顾之忧 最后,他却踩着我们的尸骸,一步步地登上了学术女神的称呼 还被直接保送到米国top1的大学深造 死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也知道免不动荡不安,压根不想去 但因为是导师申请的,他怕拒绝导师会生气避不了也 于是把责任推在我和爸爸的身上 人性的恶,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事,他不去棉北也必须去 我刚张嘴,正要答应 就见到边上的爸爸拉着赵小慧的行李箱 从他房间气喘吁吁吁地跑了出来 脸上的笑容比他的还要灿烂和和爱 小慧你真厉害,居然能去国外留学,还真是了不起 爸爸和叔叔自然全力支持你 知道你学业忙没时间收拾行李,我全部都帮你收拾好了 如果你担心钱不够用也没关系 等你去了棉北上学了,我每个月都给你打五千块的生活费 让你专心在那边学习,为你自己争光,也为我们国家争光 小慧直接傻眼了,目瞪口呆的这爸爸 明明他刚刚话语里已经凸显了棉北的危险 一贯疼爱宠溺他的爸爸,又怎么可能舍得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而我愣一顺后也反应过来,爸爸也重生了 我嘴角的笑比AK还难压 梁庄羡慕道,小慧姐,这也太厉害了吧 不像我成绩一般,能不能考上好大学还不一定 而你能去国外留学,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等研究生毕业回国,你就是留学生了,不仅工作好找 甚至到时候教授还会要你留校工作 以后就当大学老师了,又光荣又轻松 还能在学术界继续发扬光大 小慧姐,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和你学习 话毕,爸爸和赵小慧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爸爸只是微愣了一顺,紧接着眼眶就发红了 他也反应过来,我也重生了 而赵小慧瞪了嘴巴,理想我的话比刚刚爸爸的话更让他惊讶 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哪怕他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因为长期住在我家,我也把他当成了清洁 不仅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忘分他一份,更是喜欢粘着他一起玩 不过唯独,我对学习不感兴趣 所以我话语里的反差,让他压根反应不过来 为了不让他怀疑,我用力地掐着大腿,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声音哽咽道,小慧姐,以前是我太贪玩了,总想着你陪我一起 但爸爸狠狠地教训我了,说我自己学习不好,还让你拖后腿 是自私利的行为,如果我喜欢你,就应该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让你费得更高更软 爸爸也配合地拍着我的肩膀,沉色感动道 叔叔,你现在长大懂事了,爸爸很为你骄傲和自豪 相信小慧也绝对会给你做个好榜样 我们父女俩一唱一课,搭配得天音无缝 赵小慧极其勉强地挤出了个笑容 其实我也没你们想得那么厉害,现在外面都宣传连北电信诈骗那么长局 我好几个朋友的父母都接到电话被骗了不少钱,好像还特别危险 他以为刚刚话里里暗示的危险的意思,我们没听懂,所以开始明示了 我仰着头,一脸单纯乖巧道,嗯,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危险了 但是小慧姐想去那边留学,我们就都支持你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你为了读书有多么努力,我们不会折断你飞翔的翅膀的 让小慧脸色更难看了,刚想找理由辩解 我就扑上着长长的睫毛,故意弄出疑惑之色道 小慧姐姐为什么你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想去年北留学吗 那为什么刚刚还一副很想去的样子呢 被我这么直白地点凌她内心的想法,她第一时间就是尴尬 然后立刻反驳,我当然想去年北留学了 我只说,突然要离开你们,有些守不得 她话语刚说完,就看到爸爸对着手机道 教授,你也听到了,我家小慧特别想去年北留学 我们虽然守不得,但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着想,肯定是要支持的 这些年多亏了您对小慧的教导,没有您 也没有如今这么出色的小慧,这几天就要去年北留学了是吧 时间确实紧,不过我们已经帮她把行李收拾好了 最多还半个小时她就去学校了,到时候直接去年北学校报到就行 不用再回来了,正好我小女儿心里难受 我带她出去旅游散散心 爸爸挂了教授的电话后,慈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小慧啊,我已经和教授说好了 你直接去学校等着去年北留学就行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最开始资助你的时候你才十二岁 如今转眼间十年过去了,你也长得这么大了 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研习,虽然不舍,但还是要放女员走高飞 以后你的路要靠自己走了 我和叔叔还没有去国外旅过游,明天我也带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时半分也就不回来了 我和赵小慧同时眼睛都红了 我是激动爸爸这招也太高了 先是打电话给教授,切断了赵小慧不去的后路 又借口送她留学,长大了 让她断掉了以后再缠着我们的可能性 最后旅游散心再搬个家,她这辈子都找不到我们了 而赵小慧眼红是她真的不想去年北留学 本想让我们当她借口 可我们虽然没得让她去,还行李都打包好了 连教授都联系好了 赵小慧没办法,只能泪眼婆娑地走了 我和爸爸目送着载着她的计程车消失在街道后 激动地抱头痛哭 前世我们父女真的被她害得太惨了 爸爸辛辛苦苦一辈子的事业 被她几句话毁于一旦 还成了人人唾弃辱骂的存在 差一点总分都给绝了 网爆的威力和恐怖 远远没有硫酸泼在身上来的疼 那种痛彻心扉 看着自己的肉肉烧腐烂最后变成一滩烂水 哪怕中国一世 光是回忆起我都已经冷汗淋淋,浑身发颤 疼,真的太疼了 这辈子,我和爸爸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帮助她这个畜生了 而且,她会为前世对我们做的事 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一日,我刚和爸爸收拾东西准备去旅游 防止赵小慧闹幺蛾子又回来 可就在出门的时候 接到了他们学校辅导员的电话 说她扔倒了,现在正在医院 我和爸爸对视了一眼 彼此眸中都是讥讽和嘲笑 还真是聪明,知道用装病这一招 刚进病房就看到了一脸惨白的 躺在病床上的赵小慧 边上还有几个工学,辅导员和教授 人挺多,所以她眼眉也格外起见 我这身体也太差了 总是动不动就贫血,晕倒 刚刚吓到你了吧,真对不起 我这是老毛病了 小的时候,家里重男轻女 每天要做很多农活,才能吃一点东西 后面有好些人帮助我这才能健康长大 但营养不良和胃病已经没办法了 医生说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不会错过原本学校开学报道的时间吧 这可是导师特地给我申请到的名额 叔叔也很替我开心 好不容易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我身体也太不争气了 戏眼得很好,声音哽咽,泪眼妥缩 边上的教授露出了为难之色 学校开学,这都是有规定时间的 他刚想开头,爸爸就率先道 你不用担心,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联系了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国内最好的营养科医生 他明天早上就会到 到时候给你检查身体 制定最科学营养的搭配 只要你配合,肯定能在棉北学校开学之前赶到 赵小慧差点没绷住 神色都有些扭曲了 勉强地挤出了个笑容道 叔叔,您从小就一直资助我 还让我住在你们家 生活起居也跟您的亲女儿一样 我本来就欠你很多了 这次不用麻烦你了 爸爸慈祥地笑道 傻孩子,你要真的想报答我 那就好好读书 去追求你的梦想 那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是要是再拒绝也不合适了 只得极为勉强地露出了个虚弱的笑容道 那很是谢谢叔叔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 周围的同学纷纷夸赞爸爸心地善良 教授也颇为赞许道 难怪赵小慧这么聪慧 努力,乔先生还真是功不可没呀 爸爸笑着道 哪里哪里 这都是小慧本身就刻苦勤奋 如今当老师和学生 压力都特别大 明天早上也都过来 让我医生朋友给你们检查一下身体 制定个专属的营养师谱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能更好的学习和研究 国内最好的营养科医生 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他们自然是答应的非快 就连教授也点头 说明天正好来看看赵小慧的恢复情况 我余光贴了一眼病床上的赵小慧 他正神色愿毒的丁的爸爸 对上我的视线后 急忙变成了微笑和讨好 这是怨恨爸爸坏了他的好计 还是想着继续装病 不论什么医生来了那也是不舒服 死活拖着等连北学校开学 然后逃过一劫 我勾唇因为身长的笑了笑 他还真是小看我和爸爸 一日医院 我和爸爸带着营养科的张医生到的时候 教授和昨天的几个同学已经都来了 张医生是爸爸的发小 以前家里穷 还是爸爸一直出钱供他上学的 所以爸爸有需求 第一时间就请假过来了 张医生和院长打个招呼后 就带着他们去进行了体检 赵小慧装柔弱 不想下床去体检 于是医生护士直接让他躺在病床上抽血 各种检验 他面上各种谢谢 辛苦了 实际上气得脸都白了 检查报告一出来 张医生就开始给教授和同学 讲起了他们的身体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以后多运动运动吃饭 也被挑食了之类的 教授的稍微严重一点 但开了专门的食谱和一些保健药物 好好修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轮到赵小慧的时候 张医生公事公办到 从检查的报告上来看 身体很健康 不应该频繁出现晕倒的问题 至于他们说你有胃病和肠胃炎 我也特地检查了 并没有 可能很小的时候有吧 但这些年你吃食都很健康 所以只要继续保持 近几年来都不会复发 你要去年本上学是吧 那边我曾经公开过去两个月的时间 反正风景都不错 你去那边疗养会比这里的效果更好 这些话都是大实话 虽然说张医生是爸爸的好朋友 但他更是一名医生 会为他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当然 只是这些话让赵小慧脸色难看了不少 因为这差不多就是明正说 他这是在装病了 而且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他也没有任何理由 再推迟去年北上学的事情了 但他并不死心 红着眼睛捂着肚子 可怜兮兮道 可是我现在胃就很疼 好难受 张医生平静道 你手捂着的地方肾 不是胃 你也非常漂亮 我们几个医生 还拿你的肾当母版给实习生看了 千万不要在医生面前撒谎 因为他会当面拆穿你所有的访念 这下子 赵小慧脸皮在后 也说不出话来了 而打过招呼的张医生 很自然而然地开口道 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 都是学生装病不肯去上学 才用这一招 不过你不是主动 想要去年北留学的吗 为什么还装病 这赤裸裸的话语 瞬间让赵小慧通红的脸 若转成惨白一片 教授也反应了过来 脸色难看到 赵小慧你是不想去留学 赵小慧急忙表忠心道 没有 我很想去年北留学 真的 可能是昨天知道消息太激动了 晚上没有睡好 就扔了过去吧 现在我好好的睡了一觉 只觉得浑身都有力气了 我相信过两天我就能出院了 当时候就能去年北上学了 话语说的颇为真诚和急切 因为他害怕得罪了教授 会毕不了业 更不要说以后还想考研读博了 所以前世他才会让我和爸爸 当拒绝的替死鬼 教授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神色严肃道 你要是不想去 那可以直接说 因为这个名额多的是同学想要 我是看着你 学习刻苦认真才给你的 危险问题也不用担心 国家公派留学生 只要自己不做死跑出去的话 就没问题 要是真说危险的话 那些欧美国家枪支泛滥更危险 可不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留学 赵小慧连忙表决心 教授 您放心在缅北开学的时候 我一定准时赶到 我也一定不会辜负你们期望 更不会给您丢人 爸爸别在边上点头 附和道 是啊 我家小慧从小就喜欢读书 当初为了让我继续资助他读书 走了三天的山路过来找我 又在门口跪了半天 当时我看着他可怜 实在于心不忍 才花了一大笔钱 才让他父母答应 让他留在我家 让他继续读书 说完还语重心长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小慧呀 这次留学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信任 赵小慧这下眼泪是真的掉下来了 声音哽咽道 叔叔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读书的 等我留学回来了 一定好好报答你和老师 爸爸和教授心里地点了点头 同学们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才是他们印象中 优雅温柔 寻思好学的赵小慧嘛 为了防止赵小慧 又闹妖蛾子 我和爸爸决定走赵小慧的路 让他无路可走 前脚张医生飞走了 后脚我们就直接在病房里 开启了直播 打造起了赵小慧身材之间 一心学习的人设 虽说是星号 但只要舍得花钱 那流量人气 就肉眼可见地长得起来 爸爸神色颇为骄傲道 这是我从小一直资助长大的女孩 赵小慧 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地从农村走了出来 特别不容易 前几天他得到了 学校公派年北留学的机会 这非常难得 好多天资聪慧 又刻苦学习的同学 想要这个名额 但老师最终还是给他争取了下来 因为他比他们更加努力 更加刻苦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们家小慧总算熬出来了 他真的太棒了 旁边在傻乐的说起生女儿 他从小就调皮喜欢闹腾 成绩也是一般般 和小慧比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他一直把小慧 当成他的姐姐和榜样 这次小不去留学 女儿心疼可紧张得不行 我自然也是很舍不得的 但父母的爱 就是在合适的时候放手 让他们随得更高更远 虽说外面说不安全 但这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 绝对的安全 不只是我们国家 很多国家也都有公派去年北留学的 和那个动漫暴动的地方 很然很远的 说着 还特地翻出了 绵北这些年招收的留学生公告信息 当然 都是找的最好的信息 有些留学生自己跑出去玩 或者是被骗子去出问题的 一字不提 毕竟那些都是自己找死的 网友们在我找的水军刷屏带节奏下 也纷纷表示了支持 从偏远山区一步步走出来 是真的不容易 小慧加油 你一定会实现梦想的 绵北那么危险的地方 小姐姐也敢去留学 也真的太勇敢了 不过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我也要好好读书 将来和你一样出过留学 虽说绵北有些危险 现在也不会工地搬砖 过来人对你表示欣赏 并且给你一个赞 被我和爸爸这么一弄 赵小慧直接是气虎难下了 只得对着手机和他们打招呼 表示会好好读书 为国争光 于是又被狠狠地夸了一顿 各种夸他人美心善 还是个大学霸 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等等 这倒是让他心情好了不少 至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而我和爸爸也非常开心 果然 三个人一起开心才是真的开心 本来我和爸爸是计划着 让赵小慧直接去年北上学 当他从公派生变成自废生 那就不一样了 这可是全程都是要自己做车报名的呢 于是开始买一些 年北危险的视频本地推广 让赵小慧打开就能刷到 本来就怕得要死的他 好不容易做了一点心理建设 就直接被击得粉碎 终于在医生第三次催促他出院时 他只得收拾好东西 想跟着我们回家 可爸爸直接开车到了他的学校 还把他的行李什么都搬了下来 直接到 后天你就要去年北报到了 直接住在学校方便一些 你再请同学和老师们吃顿饭 感谢他们的照顾 这些天我和叔叔在医院照顾你也累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后 明天就去旅行了 他的学校我也请好下了 先去环球旅游两个月 让他开阔一下眼界格局 眼见爸爸和我就要走了 他急忙道 叔叔我不想去年北上学 你们带我去旅游吧 我和爸爸对视了一眼 会心印象 他果然忍不住 不装了 赵小慧见我们没有说话 红对眼眶补充道 叔叔 小叔 你们不知道年北有多危险 我身边就有朋友被骗过去 当了猪仔的 天天都要打电话骗钱 要是骗不到就是一顿揍 还有割腰子的 那种地方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要去那里 叔叔你去帮我和教授拒绝好不好 我拒绝的话 我怕他生气不让我毕业了 那我这些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爸爸皱眉 生气到名额都报上去了 你现在再说不去 那怎么行 你就不但是毁了你自己 更是让你的教授陷入不义的境地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你要是不想去 那你自己去说 还有你要是真敢不去 那以后就别来找我们了 我也全当不认识你 话语说得十分果决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赵小慧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爸爸居然这么狠 然后转眼看向了我 哀求道 小叔 棉北那地方真的很危险 你帮我劝劝叔叔好不好 我去的话 会死在哪里的 这是想利用我的同情心帮他说话 前世的时候 每当他露出这副表情的时候 我都不会拒绝他 可这一事 我却摇了摇头 有些失望到 小慧姐 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 之前是你一直说想去 还说这是你的梦想 爸爸不仅支持你 爬定你打钱 在你生病的时候 还特地找最好的医生 来给你看病 甚至担心比住院心情不好 还开直播让所有人都支持鼓励你 好多哥的姐姐都去棉北留过学 他们也得平安归来 所以小慧姐也一定没问题的 见我也开口拒绝 赵小慧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神色怨毒道 原来平时你对我的好都是装出来的 现在眼睁睁地见我往火坑里跳 也不肯拉我一把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这是直接撕破脸皮了 爸爸面露失望之色道 你说这话就太让我们寒心了 算了 随便你吧 说完 拉着我就上车 扬长而去了 对于他的报复 我和爸爸早就预料到了 那就是开直播哭诉我们的 逼他去棉北上学 至于教授那块 到时候迫于舆论压力 自然是不敢拿他的毕业压塔 所以见双雕 还真是聪明 不过螳螂补缠 黄雀在后 一切和意料之中一样 当天晚上 赵小慧就在网上发本视频 指责爸爸和我 明明知道棉北那边情况如此动荡危险 却还逼着他去那边上学 加上前几天 我在医院直播的热度 所以他这个视频发了之后 也小火了起来 真是个蠢货 都不知道买流量推广 不然怎么爆火 于是我花钱给他推流了 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是 钱不小心花得多了一点 直接干到了热搜榜第三位了 事情真是彻底闹大了 全部都是在骂我和我爸的 连带着学校和教授也跟着被骂 因为最近网上一直在报道 最近棉北战乱不安全 电信诈骗什么的 所以不知情的网友们骂声欲骗 教授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 直接说啊 开始还表现得非常想去 可现在又闹出动力出 我听他以前说想当网红 难不成想借着这个事情吵出热度 当网红 那好歹也要提前说一声啊 这也太过分了 教授气得大骂 赵小辉这是胡闹 要他赶紧再网上澄清 突然学校和我都只能起诉了 爸爸点头道 好 我再给他打电话 如果他实在铁了心的话 那也没办法 挂了电话后 爸爸又给赵小辉打了电话 打不通直接被拉黑了 爸爸截图发给教授看 表示无能为力 于是 教授只得在微博下面澄清解释 说他是自愿去年北上学的 若是他不想去 或者被谁逼迫了 都可以直接说 学校一定会尊重 并且保护每一位学生的意愿和安全 同时附上了学校里 去年北留学的几位同学的视频 都非常健康 风景也是美如画 赵小辉当即就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且配文 这件事情和教授无关 他也是受害者 不要去伤害他和学校了 这是直接指向了我和我爸 网友们开始在爸爸的微博下面 辱骂了起来 各种侮辱诅咒的词语 络绎不绝 若是普通人早就要气死了 而我和爸爸却似乎不受影响 毕竟这些和前世的网爆和硫酸比起来 简直不痛不痒 一连三天 网上都是对我们的谩骂和指责 而我和爸爸毫无动静 赵小辉以为我们是怂了 于是直接开直播哭诉 想添油加醋 直接网爆死我们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才让我有勇气站在这里 揭开自己的伤疤 也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我是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 最开始我真的以为我运气很好 遇到了善良的人愿意资助我 他们说把我当家人 可实际上却只是把我当成了免费的佣人 打他虐待 霸凌的时候 我都忍住 因为只要让我读书 我都可以接受 我真的太想改变我的命运了 可这次仅仅只是因为我成绩 比他亲生女儿的好 所以非逼着我去缅北留学 可是我并不想去缅北 只想继续留在学校里好好读书 将来找我好工作 把欠他们的钱都还了 给爸爸买房子养老 这么简单的梦想 他们都不让我实现 我不怨他们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没关系 我从今以后会往前看 继续回学校读书 将来赚到钱了还给他们 到时候就再也不欠他们了 可以为了自己堂堂正正的活着 声音哽咽 眼眶发红 倔强 坚强 不屈的小白花形象 越染纸上 网友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辱骂起 我和爸爸了起来 还重金悬赏我们的地址 看到弹幕骂得如此狠 他眼底里闪过了一魔 算计得逞的光芒 我勾纯冷笑 把早已经编辑好的三个短视频 拉到了网上 重生回来的那天 爸爸就已经在家里装好了摄像头 清楚地记录了赵小慧主动说 要去年北留学的模样 第二个视频是在医院里面 他装身体不舒服说 错过了学校上学时 那傲忙后悔的模样 第三个视频也是在医院 他激动地和教授说 很想去年北上学 还感谢我爸被他的照顾 发布完视频后 我又花钱买流量 还有水军去赵小慧的直播间带节奏 骂他是骗子 让大家出来看我发布的视频 全部都是1080P高清蓝光 还贴心地搭配了字幕 前一秒大家骂我和爸爸有多狠 下一秒道歉就有多真挚 赵小慧正哭得稀里哗啦的 编造我和爸爸霸凌他的事情时 直播间直接被封了 愤怒的网友举报道 下播了的赵小慧 看我发的视频后 慌了 急忙给爸爸打电话 但爸爸并没有接 和前世的他一样 直接拉黑了 于是他给我打电话了 这次声音是真哽咽 还带着颤音 叔叔 你赶快要你爸接电话 是我错了 我认错 我道歉 快把视频伤了 不然我这辈子真的毁了 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 太生气了 才会这样的 并不是真的想报复你和你爸 我勾成轻笑 抱歉哦 现在道歉已经太晚了哦 爸爸已经保存了 你直播时候诬陷我们的话了 准备这两天就提起诉讼哦 比这种情况很严重 至少要做两年了 电话里瞬间传来他愤怒的尖叫声 不行 你们不能起诉我 我也绝对不能去坐牢 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 不能就这么被毁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们 我下柜磕头 他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打断道 现在外面满世界都是被你欺骗的网友哦 你要是出门的话得小心一点 也得被他们发现打死泄愤的 赵小慧歇斯底里的大喊 那到底要怎么样 你们才能原谅我 我都道歉认错了 你们还想要怎么样 我不过就是犯了一点的小错 开了个小玩笑 你们这又逼死我吗 这时爸爸慢悠悠的开口道 小慧 我资助了你这么多年 把你当亲闺女看待的 你这是做的确实太少我的心了 你要真想让我原谅你 那你就去年北上学 我会继续资助你 直到你读完博士 如果你拒绝 就说你没有认识到错误 那我只能让法律制裁你了 赵小慧只是犹豫了五秒钟 就立刻答应了 行 我买明天最早一趟的机票去年北 但是学校里我的公开名额取消了 需要自费 爸爸当即道 你的所有费用我都承担 听到这句话 赵小慧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害怕爸爸不肯出钱了 那他读完书要花不少钱 为了表示诚意 爸爸随即就给他转了十万块钱 赵小慧也立刻买了机票截图 发给爸爸 然后收拾好行李 直接打车去了机场 爸爸开车带着我 全程跟在后面 亲眼看着他上了飞机 消失在了蓝天白云里 而我也随今一名 把赵小慧的所有信息 匿名发了棉北的某个电话 诈骗团伙的老大手里 这联系方式 还是我从曾经被管外 到棉北的朋友手里 拿到的联系方式 他回来是因为家里有钱 找了不少关系 才活着回来的 但是是少一个 他说那边客战很多 都不是为了卖钱 而是为了虐待 漂亮的女人在那边 会有优待 变成信奴 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一群高层的 最后会被摧槽的得病王 然后就会去接客 不听话就打 打死了就直接埋在山上 那边的很赵小 区区棉北很急 所以并没有时间通知大家 他本来想着的是 到了学校后再拍视频 到时候道个歉 认个错 学校和网友们 也都会原谅他 所以他的失踪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察觉 他刚出机场 就被人带走了 直接进了电信诈骗园区 迎接他的是 极尽痛苦的余生 半年后 我成功地考上了211大学 大大激动的热泪盈矿 在酒店里摆了三天的宴席 他说两辈子加起来 都没有想过 我居然能考上大学 还是这么好的大学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运气这么好 居然真的考上了 当时我是抱着死都死了一次 那没什么必死更满的了 于是就开始看数多题 找家教了 而且运气很好的是 最后几道大题 我刚好都刷过类似的 社学院上我那个 曾经被骗去 连北戈腰子的富二代也来了 还给我带来了个好消息 赵小费死了 他因为长得不错 所以被几个高层玩了两个多月 有一次趁着外出时逃跑了 好是跑了 但是跑到了别的园区 还是最聪明昭著的KK园区 他成了最底层人的姓儒 任由他们打巴羞辱 最后活活地被打死了 尸体都被野狗分尸了 这还真是老天有眼